嘿 大家好 先來個叫A夢或E夢 那今天是台版四月聯盟戰四五階段的 五王偷懶刀錶說明 那這一集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喔 但是在介紹今天的刀錶之前呢 有一個東西要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錯 就是我們的 Surfshark VPN 你是否曾經因為IP的問題 沒辦法看到其他地區限定的影集 沒辦法買到地區優惠的遊戲 沒辦法登入各種海外的遊戲呢 只要有了 Surfshark VPN 在APP中選擇日本 只要輕鬆一點 一轉眼就成功登入日版公主連結啦 熟練的掠過掠過再掠過就可以看到 是年齡分級的限制 但是沒有關係 這就是 Surfshark VPN 的優勢了 只要一個帳號 各種平台 各個裝置都可以使用 光速下載Windows版 再光速下載DMN桌面端軟體 安裝日版公主連結 再次光速掠過 如果你特別注重數據隱私的話 還有更高級的 Surfshark 1 可供選擇 不只如此 Surfshark VPN 有30天保證退費機制 讓你有足夠的時間 無風險的試用 現在只要輸入我的專屬優惠代碼 即可獲得17折以及3個月免費的優惠 入坑日版 就靠這次來試用看看 Surfshark VPN 吧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月的刀錶的部分 那首先呢 這個半Auto的部分呢 這個第一個是對應右邊的這個第一個區域 然後第二個是對應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是對應第三個 那聽起來有點像廢話啦 可是他們沒有放在旁邊 所以我還是稍微講解一下 那這個舞王呢 最麻煩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是雙目標的Boss 那多目標的Boss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頭的防禦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的單體輸出的角色會比較難去打出傷害 但是因為他是雙目標 目標數不多 所以呢 範圍攻擊的角色也沒有辦法打出非常理想的傷害 所以最理想的方案呢 是用一個範圍輸出的角色 像克雷西塔這一種的 然後去打後面的位置的傷害 然後讓他Break 然後讓他降防禦 然後再用單體的角色去打出比較高的輸出量 這個是相對比較理想的方案啦 那半Auto的部分其實最主要除了傷害會比較高以外呢 然後還有說 這個舞王他其實是有一點傷害啦 所以對於整隊的生存需求是稍微有一點壓力的 所以搶開部分可以讓他比較不會倒 這樣子 就穩定性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用狗拳是最理想的 那用秋乃呢也是ok啦 用秋乃的話就是比較 怎麼講 偷懶一點嘛 畢竟秋乃比較硬一點嘛 所以他在打守衛的時候呢 比較不用像狗拳那樣子 然後還要需要去顧這個樣子 那法刀的部分的話呢 就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他的頭比較硬嘛 防禦比較高 所以呢 如果說你用星黑的話呢 比較難去把傷害疊起來 但是呢 如果你用傳統法隊的話就更沒有機會了 所以這個法刀打起來的傷害就是醜醜啦 這個月的法刀在五隻王都沒有很好的表現 至少偷懶刀沒有很好的表現啦 所以你逼不得已要出法刀的話 還是直接去找這個手動刀 會比較理想一點 好 那講解的部分大概就到這個地方喔 那後面會有一些實戰的片段 如果你覺得打起來怪怪的話呢 也可以看一下後面實戰的片段 看一下我打起來是怎麼樣 那通常是練度或者是操作 只可能是這兩個部分的問題啦 好 那就到這個地方喔 那希望大家出刀順利 打開出來 打開對方的遊戲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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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一旦 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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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久了 注意! 好可怕 好玩 打破了 大不了 一把一把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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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也是 demander 再試 抽到 風格 соотнота 特有的令人 風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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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可怕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